1949年12月10日,成都凤凰山机场,蒋介石专机机长伊富恩驾驶着中美号,载着蒋介石离开了大陆美好河山,伊富恩回忆说,这是蒋介石从政生涯中最心酸的一刻,他坐在飞机上,一言不发,蒋介石一定不会想到,他登上飞机后,此生再也无法踏足大陆一步,三大战役结束后,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基本上已经溃败,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下野,让李宗仁当上了总统, 一贯将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的蒋介石并没有遵循,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规矩,蒋介石虽以下野,但手中依旧掌握着国民党的实权,作为国民党的掌舵人,他最后决定接受一位高人的建议,将所有的部队迁移到台湾地区,在当地休养生息,然后伺机反攻大陆,那么蒋介石为何会选择逃至台湾这块宝地,这位高人的建议,为何能打动一项独断专行的蒋介石呢? 以史未尽,可以知心涕,以仁未尽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老海说史。 神圣领土命运多舛,宝岛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三国时期孙权派维温。 诸葛直率领舰队一万余人,首次寻找并发现遗州,今台湾,至今已有1790年,台湾置于大陆,则显得格外曲折。 1895年4月,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,被迫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,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。 消息已经传出,举国上下群情激愤,台湾各界纷纷奋起反抗,在反对条约无果后,台湾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台运动,台湾沦陷后,帮伴台湾军务的刘永福,在民众推举下领导抗击日军,在保卫家园的战斗中。 台湾军民以劣势的武器装备和较弱的人员物资配置上,采取阻击、伏击等作战方式,同数万日军击占4个多月,先后作战100余次,使之付出死亡4800余人,伤病2.7万余人的重大代价。 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,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中的条款,无条件投降,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艰苦抗战,付出巨大的牺牲,最终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,台湾结束了蒙受日本奴役半个世纪的屈辱历史。 重新回归了祖国的怀抱,殊不知,和平却是如此的短暂,正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抗日胜利的喜悦中时,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国共和平协议,出动战机轰炸解放区,对我军发起攻击,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,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,我军无奈之下才奋起反击,为期四年的解放战争爆发,大陆硝烟又起,台湾人民依然水深火热。 台湾光复后,接管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,实证实大,官员贪污腐败,军警横行,加上粮食恐慌,物价飞涨,失业严重,引起台湾人民强烈不满。 1947年2月28日,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当局的暴政,抗议反动军警屠杀市民,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。 2月底3月初,台湾各族人民分歧响应,夺取武器,并攻占台中、嘉义等城市,眼见台湾局势失控,国民政府当局匆忙从大陆调来大批军警,特务,对台湾起义群众进行镇压,刚脱离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。 台湾人民又跳入了国民政府的火坑,可以说,本受台湾人民高度寄望的国民政府,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,台湾及台湾人民的命运,不可谓不艰辛多舛,经略中原,攻守逆转,解放大军摧枯拉朽,国军防线土崩瓦解,四年解放战争的进程,并非以上所说那般轻松,而是一个精心布局,此消彼长。 强弱逆转的演变过程,是一段解放军的成长史,国民党军的消亡史,那此时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,差距究竟有多大呢?解放战争始于1946年6月,30万国军围攻中原解放区,此时国军兵力约430万,占据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和人口,更是接收了大批日军装备和美元,解放军力仅约120万,装备是熟知的小米加步枪,双方实力相差较大, 解放战争初期,我军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状态,纵观解放战争,也正印证了那句话,一切无法击垮你的,终究会使你更加强大,在解放战争开始的一年时间里,我军还是见面了国民党九个军的兵力,其中素玉一人就占了八个,这样的战绩,不仅让国民党军颜面尽视, 甚至让军中雄英林彪都开始研究起这个战友来,1947年下半年,陈庚率领陈谢大军挺进中原,与刘邓大军,陈素大军成品自行展开,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, 1948年5月,为了摆脱中原战场的被动局面,国民党部署了13个整编师,担任中原的防务,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, 素玉决定来一场大会战,以彻底扭转中原的困局,素玉集结了华野八个纵队,中野两个纵队,加地方军区部队共计20万人,而对阵的国民党军有12个整编师, 三个快速纵队,以及特种兵部队等,共计25万人,兵力方面,国民党军占据优势,武器装备上,我军更是无法和国民党军相提并论, 林彪不打无准备之仗,他口中喜欢打神仙杖的素玉,总能出其不意,攻其不备,在素玉的率领下,此战共经历了两个阶段, 第一阶段,6月17日至22日,解放军攻克中原要地开封,第二阶段,6月27日至7月6日, 解放军围歼,曲寿年兵团主力和黄柏涛兵团一部,这次战役称为玉东会战, 我军虽伤亡4万余人,却歼灭国民党军9万余人,解放了大片中原地区, 使国民党军失去了在中原战场的主动权,是在解放战争中被严重低估的战役,在很多资料中, 刘登大军挺进大别山,对扭转解放战争局势意义重大, 其实玉东会战将解放区连成了一片,堪称解放战争真正的转折点, 更重要的是,此战已少打多,已若打强,打出了华野的威风, 国民党军部队战后见到华野就心慌,让国民党军在后续的济南战役, 淮海战役中因未敌而愁出不前,导致最后完败, 毛主席在玉东战役后评价,解放战争最困难的爬山奥的阶段已经过去了, 足见这场战役对整个中国战略态势的扭转, 兵败山倒,穷寇败逃,直至1948年, 国民党上上下下并没有意识到,自己将在一年后灰飞烟灭, 我党也没有想到一年以后,解放军会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全国, 国民党经过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之后,已经转入了重点防御阶段, 1949年4月21日,国共和谈破裂,百万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, 国民党首都南京失守,蒋介石已然心灰意冷, 他决定在1949年4月25日离开家乡西口, 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最是仓皇祠庙日, 教方游走别离歌,催泪对公俄的时刻, 还是来了1949年5月6日, 上海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住, 蒋介石仓皇登上江静伦, 回望着江水浑浊, 还被雾霾笼罩的上海滩, 眼中满是悲戚, 不舍,迷茫和无奈, 此时的蒋介石64岁, 1949年5月27日上午九十, 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上海, 宣告解放, 值得一提的是, 解放军只用了15天时间, 蒋介石致死不明白, 故落金汤的上海防线,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, 怎么就被解放军攻克了呢? 1949年, 蒋介石从南京逃往广州, 后来又逃到四川, 可惜解放军不依不饶一路紧追, 蒋介石本来打算去西昌的, 结果解放军追得实在太紧, 最终只能逃往台湾, 那么蒋介石走时, 国民党还剩多少军事力量, 说了你别不信, 蒋介石撤退时, 带走的60万陆军伤残严重, 而且已经对战争疲惫, 毫无战斗能力, 而海军还剩下50多艘, 海军人数剩3.5万, 不过比起当时的解放军, 已经强大很多了, 当时国民党空军战机还剩下400架, 但是有战斗机却没有汽油, 仅剩的汽油也只能维持两个月而已, 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军队, 连日常训练都无法进行, 后勤保障更无从谈起, 蒋介石得知这个数据后, 心中不免感慨, 想卷土重来, 已是天方夜谈, 解放军一路势如破竹, 国民党内部将领还不断倒戈相向, 蒋家王朝彻底崩塌, 此时的蒋介石应该何去何从呢, 蒋介石本想留在云南, 和解放军决议死战, 最终还是放弃了, 兵败如山倒, 最终带着残余势力逃至台湾, 蒋介石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, 其实是受到了高人指点, 穷途末路, 高人指点, 1948年底, 随着辽沈战役, 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, 我军在气势上已经完全占了上风, 此时的中国, 山河崩裂, 天地改色, 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, 蒋介石困受游斗, 国民党何去何从, 让蒋介石彻夜不眠, 各大要员登门游说, 均被蒋介石摇头拒绝, 万不得已, 蒋介石必须重新盘算迁都一事了, 当时, 国民党内部对于撤退, 有三种方案, 一, 撤退到大西南的川域一带, 就像当年迁都重庆一样, 建立以西昌为中心的大西南根据地, 利用西高东下的地理优势, 居高临下, 企图日后反攻, 二, 撤退到海南岛, 以此为中心, 加上东南沿海地区, 作为最后顽抗的阵地, 三, 撤退到台湾岛, 凭借台湾海峡以自保, 进退自如, 正在蒋介石愁出不绝时, 一位高人的出现, 让他最终下定了决心, 这位高人, 不仅为蒋介石照亮了前面的黑暗, 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, 他就是张祈云, 浙江宁波银县人, 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, 后任国民党委员会秘书长等, 创办中国文化大学, 是有名的地理学家, 历史学家张祈云说, 退守台湾是目前最明智的选择, 此时蒋介石听了心头一亮, 他问, 为什么选台湾, 而不是西南, 四川有天赋之国之称, 而且人口多, 物产丰富, 位置也好, 北有秦岭, 东有长江三峡, 南有横断山脉等, 地形凶险, 屏障繁多, 当年蜀汉也凭借西川之地, 得以三分天下, 蒋介石似有追溯古人的意思, 张祈云说, 西南是好, 但是恐怕也挡不住解放军, 加上西南各军阀之间和总裁, 又不是一条心,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叛变, 而台湾不一样, 他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, 凭借海峡天险, 退可守, 进可攻, 加上解放军没有海军和空军, 不敢轻易过海, 所以, 台湾是当时最好的选择, 蒋介石后来说, 张祈云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, 我没有看错他, 只要是他的提议, 我不会表示反对, 其实, 蒋介石最终决定退治台湾, 也并非参考一家之言,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 当时的台湾确实是最合适的所在, 政治上, 蒋介石派陈诚治理台湾, 陈诚将台湾治理得很好, 且陈氏讲数十年心腹, 经济上, 在日据时代, 台湾经受了较大发展, 且货币稳定, 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, 地理上, 台湾离美夏威夷海军基地较近, 离大陆较海南岛较远, 故叫易德美之协助, 防守而偏安一时, 历史上, 明末清初, 郑成功得取台湾, 与清廷抗力, 形成南朝, 讲素来以众本身正统之地位, 想必心中欲杰, 与横跨百世的郑氏父子形成共鸣, 战术上, 两岛在四十九年都未被解放军攻克, 当然是都能保住形成脊脚之势, 抗衡大陆为最佳斥策, 然而综合上述缘由, 台岛更适合建立临时基地, 故而复之, 蒋介石把所有好东西都搬到台湾去, 想珍贵的字, 画, 珍宝, 尤其是黄金, 据统计, 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黄金高达二百多万两, 后来解放军解放全国时, 蒋介石逃至台湾, 张其云随后也跟到台湾, 1949年12月, 蒋介石撤至台湾, 收集残部, 赋于孤岛, 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, 此后一再连任四届, 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, 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相号召, 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, 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, 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, 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, 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, 当时台湾人心浮动, 美国让台湾独立, 他说, 谁要台独, 我要谁脑袋, 在这方面, 蒋介石可谓是保留了 华侠儿女最后的尊严,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有什么看法, 可以留在评论区,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, 可以点击订阅,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 我们下期见。